嗨 大家好 我是鴨鴨 我终于买了Vizia的眼影啦 他们家眼影真的是不便宜耶 我这次选了这盘应该可以翻成黄金时光的眼影盘 完成这个眼妆跟大家分享 这是标准我爱的GG晶晶红红的眼妆 他们家眼影盘随便一个6色就要45美金 12色要80美金 我这盘9色是49美金 虽然容量比较小 但是眼影对于我来说很难诱玩也容易变心 加上它包装比其他盘还要精致感 还有附镜子 然后颜色看起来也算实用 所以我就选它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角眼影盘 我是在Beautylish买的 这盘很扎实有重量有质感 但是关的超紧超密的 要用指甲插进去然后才好敲开 打开我发现它的透明片是先开式的 天哪还不错耶 不然我通常都把它这种透明片直接丢掉 因为拿来拿去很麻烦 每次打开都会飘出来 然后它还有个大镜子 他们家眼影就是著名的很专业级的 极度显色极度好暈染 然后粉质细致 它的显色度我觉得超越LOREC 安astasia Huda Beauty Morphin 还有谁是比较显色的 那里面只有深喉相对没有那么绵密 但是上眼也OK 然后大致都是很优秀的显色度 暈染力 珠光虽然不像其他牌可以做的更闪 但是也非常的细致绵密 而且用刷具就可以上的很饱和 不一定要用手指 那那个黑色真的是黑到不行 这盘配色就是你可以单用它 就可以完成很完整的妆容 那有你需要的所有功能的颜色 只是以我偏爱的日常妆 需要大面积上的眼皮 深浅度中间的珠光色 只有两个 而且这两个上眼之后颜色还蛮像的 所以对我来说变化不算太大 但是它画起来的妆效我很喜欢 所以我想我还是会留着它 眼妆我先用我的打底双心之后呢 我直接用打底的米白色 来压在整个上下眼皮 让等一下眼影比较好暈染 接下来用可以让眼睛深邃的中色 来制造深邃感 先用眼尾往前画后三分之一 然后再沿着沿着以上 往前暈染 最后来回暈染开边界 如果觉得越暈染越高越失控的话 可以再拿上一支打底刷来暈染开 沾浅同色压在上眼影前三分之二的眼泽内 不用画太高 因为等等还会把它再往上暈染开 好想念这种可以用刷子 不一定要用手 就可以画出饱和颜色的珠光眼影 沾取比较深的橘桶色 压在后二分之一 由后往前压 这时候呢看起来就像两个色块 但是不要害怕 这样手指沾一下上个浅同色 由前往后的压一下中间的位置 融合一下两个颜色的中间分界线 然后拿刚刚沾过浅棕色的暈染刷 不另外沾颜色 就一直来回来回暈染开 色块跟眼皮之间的界线 无脑无脑的暈染啊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我觉得天哪超级融入眼皮的 通常都要暈染很久才能到达这个境界 拿小阴染刷沾取深红色来加深厚三分之一 由眼尾往前上色 然后每次的方向都一样 就可以很简单的有立体间层感 这个动作我重复两次 然后我一样拿用过不另外沾颜色的暈染刷 稍微暈染开深红色的边界 用浅金色打亮眼头七字 浅铜色画下颜影的中段 橘铜色在画下颜影的后段 深红色加深下颜影一点点 然后连接一下上颜影 最后再用深咖啡色稍微加强一点点上下颜影的位置 这样这整盘除了灰蓝色之外我都用到了 那单看的色则就是这样 最后用黑到不行的黑色 沿着睫毛根部画细细的眼线 这个拿来画眼线真的很过瘾 那这盘的显色度其实我刚用有点惊吓 我想说我会不会家喻不了 但是暈染开后 我又被它暈染出来的那种无边无际 完美暈染的感觉吸引到 它好暈染 但是却不会暈染到颜色不见 那如果还不熟悉眼影暈染方法的人 我不会特别推荐买它 但老手的话就可以挑一盘试试看 配色对我来说虽然变化不大 但是你们知道我很喜欢橘橘的妆容 那画起来又很快速简单 所以我觉得它会变成我的go to look 可以当成我的招牌妆容吧 后来我发现它一样的这个九色盘 又出另外一个颜色了 所以我应该会入手吧 那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